大家好 我是FM 這次為你介紹一間新茶樓 我們去飲茶順便去附近逛逛街 先說說交通 我們由福田口岸乘36匯號巴士 去到石下南站 我們就來這間叫做月點茶樓飲早茶 而這間新茶樓開開的時候 我在大眾點評見它有些特價的QP 所以用20元買了等同50元的券 買了4張所以我特意過來這裏飲茶 而這區我亦是第一次來的 下車後可以沿途指示 過了對面橋就可以走到茶樓 大約600米左右 這間商場叫做新州匯 沿著商場過了 旁邊有一條路 直走就可以去到這個月點茶樓 沿路也見到有很多超人的公仔 綠色紙這邊是電梯 可以坐升降機便上到一樓 走上一樓便見到茶樓 裡面的新裝修也不錯 開了都不夠一個月 現在仍然是事業期間 它是請到一個澳門的廚師過來坐鎮 這裏都是以自動形式加水 桌上有一枝茶杯仔 茶具可以讓你泡茶 這枝就是它現在的點心 它點心的種類都算是多 還有它有些特色的點心是外面沒有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些特別的 而這一邊就是看到一些特色的點心 十點半後它有一些小菜都可以叫 這間茶樓一入門口 都覺得它裝修得蠻漂亮的 不過就是冷氣不夠 因為我們十點鐘去到 不是幾多台坐下來 可能它也是剛剛開的 所以一邊喝茶一邊要抹汗 我看到旁邊台的人都是這樣 今天是點了六樣的點心 這裏是要人手落單的 而這個蔥油餅是送的 吃得出它是新鮮做的 因為它的包皮軟軟軟軟 很新鮮 煎到兩邊脆 有些芝麻 中間有些蔥 不太肥 避風塘蝦餃 它這個蝦餃是圓正蝦仁 然後是爽口的 不像放了梳打去拿一個 它的外皮炸到脆 然後加了避風塘的炸蝦 不是一般外面可以吃得到的蝦餃 好味 這個蝦餃就淡淡蝦肉在裏面 配上一個炸蝦和外皮脆 真的很好味 這個是33個白月點 這個焦麻雞 九點半後就可以叫到 它有些少少辣椒 它的醬調得很香 這個雞就做到麻而不辣 又好香 雞肉又好滑 有雞皮 但不是太肥 好吃 一口三鮮包 這個雖然叫一口三鮮包 但是一枝都不小 一口一定吃不完 而且它的舌是熱的 這個我直接夾開給你看看裏面的材料 這個三鮮包的包皮 是又軟又新鮮又好吃的 它跟剛才的蔥油餅的食材一樣 這個叫做雪中送炭薄餅 來到之後好像沒什麼特別 我就把它夾開看看裏面有什麼餡料 切開之後看到有芒果 芝麻 然後有些花生 有些果仁碎 然後還有一層芝麻醬 而它這個皮是用芝麻 再加糯米粉 吃出來韻韻韻韻 加上芒果是非常之好吃 這個就是脆皮馬蹄糕 它用蔥卷皮包住一層芝麻醬 炸了它 我嫌它肥了一點 這件芝麻醬的馬蹄是特別爽口 可能是經過特別的處理 這個叫做文房四寶 而它的筆頭就是一枝酥皮 包住一枝榴槤餡去炸的 我最初點餐以為這個物件 都是一件可以吃的東西 原來不是 但是它上了餐給我之後 我就問它為何沒有物件 然後它拿回物件 放一些石油給我 給我拍照 這個外面好像很鬆化的酥皮 做了很多層 中間包住榴槤肉 但就不覺得榴槤味 這個點心我覺得打卡非常之正 因為外面很少見是這樣的 而我今天叫的六樣點心已經離齊了 份量也都很大 它的質素我亦都很滿意 今天這餐茶總共是198元 它可以收了我四張券 我今天就不用再另外付錢了 而平時可以在大眾點屏買它一個白血券 吃飽當然要到處逛 喝完茶後在這個商場真的逛 見到它有些公仔都挺有趣 而且這裏都是一些小朋友學習的地方 有些商場還在招商 這裏的樓宇設計都很色彩 從這個位置可以見到一隻大猩猩看著萬象城 而地下這間店是買一瓶手工啤酒 它周圍都有一瓶猩猩的擺設 這間叫Tujaga 田園咖啡牛扒 就頂得很舒服出現花園 而這裏樓下亦都有一瓶食雞煲 旁邊就是美式燒烤 周圍都擺設了很多Superman 和一個猩猩的公仔 它有表情和創作 你看上去就很有藝術的氣息 而這個青蛙是用Legos 而這些藝術先鎖都有一層樓高 這個商場主要是一些教小朋友學習的 不同種類的公司 其實這裏沒有什麼東西走 我走了去對面的一個大廈 原來是共享辦公室 這條樓梯很特別的 是旋轉用黑色的 我都有走到上去 但是它是一些公司的 好像後門一樣 你是不能進入的 但是我走上去拍照 我就覺得蠻好 因為很少看到一條樓梯 是這樣的螺旋形設計 這個Stars也是採用了天然光 看到它有很多雲的設計 放在中間 地下其實就是一支 魚童的牙科和眼科的診所 而其他層數就見到在一些不同教學 或者一些辦公室的地方 而這裏我就是走上三層樓 然後由螺旋樓梯 看下去的景 這裏是一些辦公室 這裏樓梯可以坐在這裏吃飯 這裏主要是一些共享辦公室 在酒樓那裏都會見到有些細型的Panty 有微波爐、洗手盆、桌子 所以你帶飯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你坐在這裏吃飯 走完這裏我走出去都是藍鮮白雲 也看到前面有一條橋是很漂亮的 而這個河周邊的龍尾草都種到很漂亮 我繼續走出去大家喝著巴士 你見到這條橋是很漂亮的 好像錯綜複雜的樣子 然後就看不到萬象石 我剛巧這個角度拍下去 加上藍鮮白雲這個位置很漂亮 而且這個商場是做得很色彩 現在看到這個我都覺得很像畫一樣 因為這裏都沒什麼地方好走 那我就再搭巴士 我搭了120巴士去到益田站 因為那裏有地鐵 現在這裏是益田村 看到的是一間小學 剛才那裏我們搭120 就來到益田地鐵站出店 就變成這個商場 走進去看看 上到三樓我就是想找一間戲院 看到這裏周圍都有很多餐廳 有很多東西吃的 這間叫做品質味道 是吃牛羊的餐廳 旅館的裝修也是挺別人的 這間叫十田的餐廳 都想不到有多少東西吃 這師傅仔在製麵 做過的麵就是兩層先 拖完它 他現在製的麵 其實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也不知道他怎樣吃 我覺得他人手做應該都不錯 走到這間韓國料理 已經聞到很香 想不到下午都有人在吃燒肉 看到他Poster寫的牛肉也挺漂亮 而現在看到這間叫做機械人公司 不知道他有什麼機械人 而這裏直去就是IMAS的戲院 我本來就是想找一套戲看 誰知道他的時間不適合 要不就要等很久 所以我就沒有看到 而這裏有一些叫做時光油桶 有兩個油桶 外婆小聚 這個是吃快餐的 而這裏就是吃麵的 如果你不夠可以再添 免費 由於這個商場附近是一些公屋 所以它的東西都是比較便宜 和大眾化 而這裏就是合馬千真 看到很多蠔 可以買了之後 叫他即時正熟坐在這裏吃 這裏有些小龍蝦 都是29.91斤 可以選擇 而我最想買就是這隻羊三頭 39.99有4個 但因為我還有地方要走 所以沒有買到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按 訂閱讚好和分享 拜拜